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上鱼塘咋的 我刚从那儿回来 不李春发你上我鱼塘得啥去你 那过两天不就是我的了吗 啥嘛是你李春发你这 我发现你怎么就臭不要脸 你现在怎么你 你看那合同都签了吗 你花生卖不了鱼塘不就得给我吗 你不提我忘了 告诉你这花生肯定卖出去 赶紧回家把房子给我倒出来 听说吗 快点 过去 这么宽路没有你走的地方 我就要跟这儿过 你看你这脾气 反正你去帮我看看那鱼塘的也行 帮我识都识都 省过了天我去 整那手忙脚乱 你去回家把房子给我倒出来吧 不够你得撒你 送我的浪漫 爹 你花生那事连续咋样了 爹 这花生这事对我来说确实是有难度啊 我告诉你啊 你爹现在个村子都让你寻完了 赶紧把花生给我连续卖出去 你这样 我问问我们江总 他认识的人多 兴许就会有办法呢 那个 下面注意了啊 郭送个同志 咱们镇上的领服镇长啊 要来咱们村了 干啥来呢 给咱们卖花生啊 这充分体现出来 震领导对咱们村卖花生男的高度重视 是吧 最近这两天啊 广大村民一定要有点积极性 是吧 充分体现出来 咱们二道高度村 村民的精神面貌 完了 等会儿啊 还有个事 咱那个 咱村钱盖那个李大雅的小舅子 整一车苹果 五块钱二斤 五块钱二斤 谁要买赶紧去啊 完了 你看看 吕副镇长来了 这回咱们的花生啊 就穿有紫毛了 不 不 不对啊 那个不说孙向阳帮早卖吗 这咋换人了呢 还孙向阳帮他卖 那是那么简单那事吗 说卖就卖了 不能 向阳办事挺稳妥的 还稳妥 他那一个小毛孩子 不不就比你多年两天熟吗 不 那两回事呀 这是我爹从家里边拿上的花生 刚从地里摘的 纯天然绿的事 那那那为啥 我不吃 我不吃 找我 是不是有事啊 好啊 江总 我没什么事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你忙吧 这个礼服镇长是个啥人啊 是个女大学生 心跳的 要不住我那 不行 咋的呢 岩市城市里的小姑娘 住你那你那条件也不行 可也是啊 吃花生 晓夕 不用了 向阳已经给我了 晓夕啊 最近在公司 听没听到有什么风言风语啊 没有啊 怎么了 都说你和向阳 你俩到底啥关系啊 我们俩就是 特别能聊得来的好朋友 可是有人跟我说了 说你没事就去向阳的办公室 在工作时间焦头接耳 嬉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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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 牛轩啊 我刚才在广国里听你说怎么的 这副阵长要不帮卖话什么 咋个事啊 这不正为这事犯愁呢嘛 那吕副阵长啊 是个女大学生 要住咱们这 我俩不知道住谁家好呢 要住这啊 要住这的话 啊 副阵长住这儿 你看啊 这副阵长要住在咱们村 那必须安排个条件 差不多的人家住去 那是 说实话 在咱们村 能够符合这种条件的 那也就是我家 行了你啊 你咋想的 你一个人还住你家 不是 我就说复合条件你呢 哎呀 住谁家啊那个 住秀杰家行不行 住秀杰那儿真行 他干净利索的那人还好 也不行 你觉得文聪 一个大小伙子 理出外界 你也不方便呢 那没事 让文聪住诊所 是吧 完了那个秀杰 跟镇长住户外 不就完了吗 你咋那么会难陪你 你这啥时候来的 吓我一跳 我刚刚到这儿 这些村委会 这领导们正研究事呢 你咋我事自个儿知道 你别来我这儿来 你回家喂猪去 这我咋就不能来去 这不镇长来卖花生吗 你他会安排 秀杰一天他多忙啊 住他那儿还不住我那儿呢 你要不要点脸呢你 你说你一个老光棍子 你把一个小女孩 安排到你们家 你咋想的你 我住凤喜那儿 就你们家那儿破房子 能住人吗 外边下小女儿 屋里下大雨啊 你说话怎么不随呢 哎呀 行了 怎么不随呢 你 吵啥啥呀 院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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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谁家房又漏雨了 永娟啊 就这么定了 就像副镇长 周秀杰他们讲 能行吗 哎呀 肯定行 他怎么不行呢 我一句话的事 哎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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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想了一个 发财的好机 啥机会呀 我就想啊 咱家能不能投点资 囤点花生 拉倒吧 那那么多花生 卖还卖不住菌 你还囤点啊 媳妇 我跟你说啊 你就给我拿三千块钱 到时候我给你挣回来三千 那三千要赔了呢 你看你还没等没等干呢 你老说赔 那能赔吗 这能成吗这事啊 不是 媳妇 我这不跟你商量呢吗 商量啥呀 这明摆着挣钱的事 这叫商机 我这招叫抄底 你懂不 我看你要抄家 我告诉你啊 咱家钱不用动啊 这事不行啊 不是 媳妇 你就 又拿两千行不 数目寸光 你说 这多好的机会啊 就不想干 啥事不想干呢 没啥事 你去遛狗去吧 都遛回来了害老遛啊 啥事还瞒我 说 挣钱的事 谁死了他不想吹 什么谁死了 不是上白活的事 那啥事啊 你这个吞吞吐吐的跟我俩 我跟你说没用 白说 你跟你说干啥呀 行 不拿我当家言是吧 海北 杀 咬 咬啥呀 那啥 能咬谁呀 我跟你说吧 哥 我那想到一个挣钱的道 我想收点花生 我让你妹妹给我拿三千块钱 说啥不拿 我那我 挣钱有我分吗 这话说咱们是一家人哪 挣钱不咱家的嘛 海北买狗粮吗 那不是 你有钱买狗粮还算啥事啊 他同意了 我要钱点 那为啥要上我家来一年 他为啥要上你家来 这事大哥替你想 你明白不 镇长住在你们家 没事跟领导多沟通 这是好事 你们家为思统不一直想到 那个宣众顿上班吗 你跟镇长沟通好了 这工作的事啊 就十有八九了 那大哥我谢谢你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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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啥呀 谢 跟我就被老说谢了 孩子的事你说我不管 你谁管呢 对吗 小姐 大哥 慢走啊 雷我回来了 给我拿点钱 要吃干啥呀 买狗粮 来 三千 三千 哥 是不是风险跟你说啥了 你别管风险说不说啥 我说话不好使啊 哥 你别听风险的 那事根本就不行啊 你得听我的 我要你拿你就拿 不行啊哥 这钱咱不能拿 你这三千 你这三千要不能啊 我这大舅哥这脸往哪放 以后在他面前怎么立足 怎么有立位信 怎么批评他 以后我在村里怎么遛狗 凤显那事都没鞭的事 你别跟他敞了 你干吗 爹妈洗一掌 你在那里我跟会儿抱你 我一把洗一把尿把你拉扯了 我要三千块钱了不行啊 干啥呀哥呀 行 你别哭了 好了 风险 进来 你叫他进来干啥呀 要他看他他就跟哥哥这哭 要不然钱 行了哥 咋的了 你跟我哥瞎说啥呀 我也没说啥呀 不你让我要三千块钱 你买狗粮吗 那事都没鞭的事 你跟他说干啥呀 我没说 我就说有个挣钱的事 他就进来找你要钱了 哥哥给拿三千块钱 不行 哥 你拿不拿 你拿呗 那就 拿 拿了 给你拿 对 小欣 我昨天让你帮我问那个 春发叔和我爹签合同的事 你问没 我帮你问了 我洪姐说 如果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签的这个协议书 那就是生效的 受法律保护 看来这次我得加把势 金总唱得太好了 我又听乌神的 我又听了 摇篮取摇 有你们是要呢 不是 金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说 这首小薇把你怎么了 你都唱四支来遍了 我爱小薇不行吗 行 金总 您说行就行 坐下 大个头晃 晃像电线杆的似的 大个头晃 晃像电线杆的似的 喂 美琪 哥给你开个电话会议啊 我托你那事给美给我办 啥事啊 完了 一听就完了 你的脑子里到底长一长心呢 薇薇过生的事 我说我答应我给她办 你告没告诉她 说了 说了都同意没 同意了 但是你最好还是自己亲自 给薇薇打个电话 表示一下诚意 行了 同意就行了 我就烧高香了 我万一给她打电话 这不高兴了 万一再不同意了呢 我是不是等于自导麻烦呢 哎呀 那你随便吧 你自己定吧 美琪 哥对你的办事能力啊 有个高度的评价 好了 我们可以散会了 好不好 精神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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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车 这个车刚才给我挡住了 我没看见 不怪你 我也没看着 是期待快了 没事 我实在太对不起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走吧 那我带你去医院吧 用不着 我没碰着 你走吧 没事 好 让你去医院里面 是什么样子 有想要是吗 我都快医院 怎么去医院 你去医院 那个医院 所有夫人 怎么去医院 你去医院 叫医院 你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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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医院 你 医院 pequ multiply医院 是钢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停 一句不会吧 没关系 我唱这首歌 只是想振奋一下我自己 鼓励一下自己 让我自己有自信 考验你们那时刻到了 我希望每个人 都各负其辙 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妈秘书 我有件事 还有点不放心 因为那首诗 我还没背下来 现在能不能 有解决的办法 金总 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相信你 薇薇 我没跟你说实话 今天就借害你自己 就她自己来呀 就咱们三个人多尴尬呀 赶紧走 哎 薇薇 你别走 她马上就来了 而且她给你带惊喜了 哎 来了 来了 你怎么才来呀 等你老半天了都 就你嘴碎 公司业务忙不行吗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放在那边去 是 金总 是 金总 不放在那里去 稍稍来晚了一席 请您见谅 那个 谢剑 你说她后边那两个新找了她 没有啊 还是那俩人 哎 我感觉变帅了啊 可能是跟汉震哥在一起比的吧 我感觉那个长得帅 我觉得那个帅 她长得像我初恋男朋友 夏依良 哎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六二 咱们落跑题了 昨天宋晓溪给我打个电话 把你家花生的事啊 跟我说 你说李晓溪 我跟她说了别打扰您 别给您打电话 你说她得不听话呢 宋晓溪进公司的时间呐 陪你还找呢 她因为自己的事 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我感觉啊 她对你是伤心了 江总 你是不是误会了 不 这根本谈不到说是误会 我今天得嘱咐你几句 您说 作为男人 没有好和坏 只有成功 失败 爱情是啥呀 爱情不就是骗人的嘛 你没有事业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经济基础 谁能给你过场啊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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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乐 快乐 greatest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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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我要在这儿吗 二咱俩 好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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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儿不可以包场的 江峰 你俩啊 把这个小胖丫啊 拽一边去 拽紧把这个包场抬起来 请进一步说话 你这么年轻 一定要以事业为重 出对象的事啊 都往后放一放 江总 我跟小夕确实没出对象 不 就你出对象也正常 那公司还能管你 出不出对象的事吗 向阳啊 我今天能跟你说这些话 我是把你当我亲弟弟一样的 这个片啊 咱就放过去吧 咱说说你家华盛的事 你回去跟你老爷子说一声 别让他上火了 这点小事 我包了 江总 太感谢你了 对了 那个 当务之急 就是把这杏仪的项目 抓紧把它欠了 这个商场啊 顺其万变 时间就是今天 你放心吧 江总 我现在就去做事 好 你不是说有惊喜吗 惊喜呢 此时此刻 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想法 想跟你做手势 是 大哥 你会做事吗 以前你就侮辱过我 说我没文化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每天读书看报 每天学习 所以今天 我想很随性地 做一首诗 送给你 完全没有任何阻碍 开始吧 好 可能缺少一种情境 但我自己来铺垫一下 好 哒哒 哒 登 登 哒哒 打等 三代一 有铺子吗 好 开始 你 是那样的美 美得像 席木颗的一首抒情诗 席木颗是谁呀 你说的是习慕容吧 你们对文化太不了解了 习慕刻是习慕容的亲弟弟 都是搞文学创作的 今天第一次听说 你是那样的存 存得像一块冰岩剔透的水晶石 换 换 换生换灭 你又像一片轻柔的云彩 俘获住我多情的视线 你像那蓝天划过的少哥 给我带来了心灵的静元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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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一二一出现 下一条一条天 爱你 过白只要爱你过白烦恼 我的 高 起高了 那你自己起的调 我不随着你吹的吗 一个排练你整整整整高干啥呀 啥都整抹烟了 你给你整干啥呀 干啥去啊 干啥去啊 我给黑贝买香肠的 吃不着狗粮还不吃香肠啊 买什么香肠 咱赶紧排练 你万一过几天有活呢 有活呢 有活你就和我一人唱 啥都很抹烟了 我歇会儿啊 你歇会儿呢 你拉一会儿让他唱 我唱啊 来 那我唱 你拉 你唱啥 我唱呗 你唱我会拉的 父亲 realidad 父亲能唱我 你听了吗 我听 我会 等会儿等会儿 彩排啥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二一一一一 Après治医了 这是 包长没用的 我谁也找是 Shh 上座的父亲前头 父亲时而登天一帝 父亲时而拉扯的牛 吃花醉出大蛋饭 家儿养大 就你掺着玩意儿 能挣着钱的 怪不没活儿 拉着老婆 走 买山上的 不被我拽坏了 你也真是 你一天练啥来的呀 天天练的 那唱啥玩意儿 喂 北极 你有事儿吗 没有事儿的话我先挂了啊 我找东西呢 你那手链没了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那个大伙儿都安静了啊 来 说认一下 主任讲话 听我讲讲句啊 那个一会儿啊 咱们镇上新上的旅副镇长呢 就来到咱们村了 对 一会儿啊 咱们大阳哥呢 该扭就都扭起来 对 把广场的劲儿都给我拿出来 好 好 咱们把这个喜悦啊 都给我挂到脸上 好啊 把牙都露出来啊 热的都拿出来 让旅副镇长一看咱们村 这个精神面貌 一定要体现给镇长 你干吗呢 副镇啊 没事 帮你张了张了 这一说话怎么就抢呢 没有 就是怕你累 帮你张了张了 这多大个事啊这是 我不也得锻炼吗 你以后锻炼好了 再帮叔张了 那古月班 你去 不用去 我都安静完颜了 你呀 就是干那个的 去去 不行 玩酒顺来叫我啊 我说啊 走啊 走 大哥来了 我这嗓子不怎么回来了 活卤的 来 你慢这么点我看看 张嘴 你大点张 没事 就是扁到底发炎了 我给你开点药吃上就好 你呀 还是给我扎掉瓶吧 吃药来得慢的 不用打针 你那吃点撤火药就好了 我爸还一顿事等着我呢 你 要你扎就扎得了 那打钓瓶不费钱吗 浪费钱的浪费我钱 他也不浪费你的钱 我有钱 我安往你这花行不行 行行行 我给你打钓瓶 我说预备开始 大伙都换着钱 好 来预备开始 快点 来 浪费 行了吗 你咋了哥 激动 这是好事 也不让你上白活呢 你说你哭啥呀 不能反应 听着去人家哭 行了别哭了 大伙都看着你 喂 喂 下面能听着吗 那个 那个 下面不是送过通知啊 小姐 说啥事呢 你听 啥呀 是不是李淑芳 像是他 有个好儿子 叫孙向阳 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啊 哥 哥 这不是你爹跟他喊话呢 你听 是啊 他把咱们村的花生啊 都卖出去了 来 你给我拔了 干啥呀 我去看看去 看啥呀 那还有大半瓶什么药没打完呢 你看啥呀 不要了 来 那不浪费了吗 你拔我 打完再说呗 你给我拔我跟人拔了 你看 你还真拔呀 你 记账二号 你按住了 记账啊 你按住了 出喜 我还怕有没听着的 那个 孙向阳 这俩特 这不找打仗呢 这不是吗 师兄 你得盯点啊 来了你就听好 好 毛总 向阳你好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江总 江总你好 毛总你好 久雅久雅 请坐 毛总 向阳在我面前可没少提过你啊 这次我们能合作啊 是我的荣幸啊 这个项目啊 很多人找我谈过 为什么选择你们公司 这完全都是孙向阳的功劳 毛总 咱那合同 你没什么意见吧 没有 既然没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签资 好 好 走 小妹妹送清朗朗 送到了大门北 一抬头我就看见了 王八那拖式 随行吗 李生坊你想干啥 这么等你呢嘛 你跑春晚会挖的啥呀你啊 你看 你儿子孙向阳要卖花生 我这不上这儿来宣传宣传 让大伙都知道知道呢 用你宣传呢 啊 春晚会是你来的地方吗 那春晚会我咋就不能来呢 这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窗口 谁都能来 我告诉你 杰哥都迎接镇长去了 要不连春晚会门你都进不去 吕镇长来正好 他把花生要是能卖出去一斤 那都算你输 你那鱼塘那就是我的 向阳已经把我卖花生的时间就成了 你就等着给我倒房子吧 做梦去吧 别把你儿子看得那么高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把你儿子说的长翅膀还能飞呗 李生坊我告诉你啊 你说我啥都行 你说我儿子一句都不好说 我告诉你啊 我就说了 孙向阳啥都不是 就你这个小样子 倒退二十年 我一脚就把你闷狗里 你信不 你还倒退二十年 你现在就来 我来不来咋的我来不来 说 咋的 你说咋的 咋的是 来不来咋的我来 说 你干啥呀 你屁我你帮着走点 你们拉谁呢 我拉谁 你俩干啥呢这是 我不帮他宣传你吗 你宣传啥 你工具的东西 你别给烂动了行不 冯先生你看看 就这个小样子 行啊 新华叔 你俩干啥这是这么大事 我不看你面子就消透了 得 来你动弄我 行了 你俩跑这儿打仗来了 干啥呢这是 赶紧走 跟我走 快 你这宣传还宣传出去的 行了 别吵了 赶紧迎进阵长 不行 我告诉你 没啥事你就得看见你爹 行行行 受伤那天就躺老婆屋里 我告诉你 行了 拉倒吧 你说你俩可真是的 那全村人都在那接阵长呢 你说你俩跑这儿 枪枪枪枪枪枪的 我这一来那边鼓都没打了 你说一会儿阵长到啥呢 谁电话呀 向阳电话 儿子 爹 花生的事我跟姜总说了 姜总说帮我联系 到时候我会带着外商 去村里边考察一下 外商马上就过来了 不过这事你先别跟你村民们说 等定下来以后再说 定死了 那行吗 好了 爹 咋说的呀 叔 外商真要来呀 这不刚说完吗 定死了 马上就过来了 真的啊 太好了 叔 这回有需要我干啥的 你就召唤一下 随叫随到啊 你火啊 快接阵长得了 就这出去 封心啊 将来你兴能出去 快走 叔 接阵长得走 四个来了 什么时候就是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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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是不是啊 这 这是啊 停进了 停进了 这咋也停着呢 没油了吧 快走 帮我吹一把钟 走开呗 坏了吧车啊 好 队长 刘主任 你好队长 那个孙兴旺 原来咱们村上的会计 你好 这是我们村妇女主任 小华 你好 礼服去 刘主任 我是来帮你的卖花生的 你看我还没开展工作呢 你们弄得这么隆重 我受之有愧的 李副審长 一点都不隆重啊 村民听说你来给我们卖花生 都是主动过来的 我的意思是 你们心思别划这一伤 那个 李副審长 咱们上村民部吧 我都准备好了 来 走吧 小华生 小华生 跟 Madison 等候 橙 你 不 琼未 好 哥来的慕眠吗 这样搭配的一双鞋得多少钱 林哥 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 自从昨天那故事发生之后 吕薇对我是什么看法 我知道你的风格就是无厘头 但是你昨天的表现 已经出乎到我的意料之外去了 所以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我都不想再帮你了 你知不知道 薇薇差点要跟我绝交 所以 不想听了 为了弥补这次小小的失误 我还有不断的惊喜要送给她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个大伙都安静一下啊 咱们请吕副镇长给大家讲两句 好 我今天来这儿呢 主要是帮大家解决 今年卖花生难的问题 镇上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件事 厉镇长呢特意派我来 常驻你们村 从现在开始我就和刘主任 在这儿村委会正式工作了 大家以后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可以来村委会找我 我们一起想办法 把这个花生给卖出去 好 好 哈林哥 那是我的顾客 我一上午都没开张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赖极什么呀 你就这么睡到晚上也开不了张啊 我来等于给你开张来了知道吗 你好 赔偿玻璃 经济赔偿 站住 什么意思这是 瞧不起人 经济赔偿 2 好 我没开张了 但是我想跟你说 不够 抢劫呀 明抢啊 有意思吗 刘剑长 是这样的 每年呢 我们把花生都卖给一个叫金宝的 他外边有销路 但今年给他价格太低了 大伙都合不上 所以我就决定了不卖给他了 那咱们可以联系一些花生企业 那价格还是可以抬上去的 这个问题啊 也在想 那个 他有个儿子叫孙向阳 在视频场上班 现在也帮我们联系呢 那个 已经 研究得差不多了 基本定了 我儿子呢叫孙向阳 他是咱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 我儿子能力在说那得说是 一般 来 李春发镇长开会呢 我实话实说 瞎说啥啊你 行了 行了 镇长啊 住处都给你安排好了 住在我们村吃脚医生那儿 他们家干净利色 我住哪儿都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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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